三支浮城社区在今年度拿下了绩效组优等奖的殊荣 理事长直说获奖并不是自己或是社区的功劳 还需要仰赖礼办公室以及区公所的协助 社区才有进步 上个月底由市长朱一伦颁发的社区金卓越奖 在三支区由浮城社区获得绩效组特优奖的殊荣 而经营浮城社区多年的理事长直说 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或是社区的功劳 还需要仰赖礼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区公所的协助 社区才之所以有这么长足的进步 而社区成员才会是最大的受惠者 市政府这一次颁奖纯粹不是光扶尘社区有办法得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合所有的资源 就是新北市跟中央还有区公所还有里长 那把它跟社区把它整合在政阁才有办法 比方说我们要整个云老族开金农场 还是要透过区公所来整地 然后里长来记名这一块他从中来协调 那湖城社区来执行才会很圆满的来达成这个任务 本来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十年都没有办法 做到找到土地所有权的人 他竟然有在短短的时间找到这个地主 而且经过地主的同意才有办法大刀扩武 全面整修这个要归功这理事长 当然我们区公所非常配合 为什么我们的农金课长 我们的公务课长还有我们的清洁队 全力动员支持 然后才使这个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这个我们也要感谢区公所那个林区长 当然我们禮办公室我们也提出 因为有些部分理事会福城社区 理事会不好意思向区公所要去 由我们礼办公室来透过建议 最主要我们这么辛苦这么得到名字 为什么为了周边为了我们这个环境 能够绿绵挖海最有利的就是我们周边的居民 三支福城社区在今年度拿下绩效组 特优奖殊荣 其实以社区中的影法照顾最为出名 里长说社区努力将四十多年 都没办法改善的张乱点 在社区的努力之下 搭配百年的塞萨库拉开始有了变化 而里办公室也协助整地改善杂乱不堪的 闲置土地打造成影法族的开心农场 因为这个地点其实在四五十年来 都是一个张乱点 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们这次就是跟社区还有里长 这些我们共同讨论 那我们就决定来跟地主先取得同意 我们就进场去做一个环境的整理 那整理完以后我们就做一些开心农场 还有我们里民社区这边可以一个活动的一个场域 另外区公所也乐见多年无法改善的脏乱点可以改变 因此也派遣工程单位前往协助 浮城社区透过专属于自己的长照模式 将在地单位力量转化成资源 创造长照新亮点 也营造社区的特色 让居民安居乐业 以居住在浮城社区为幸福最大的写照 记者廖平函3G采访报道